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关于雷霆队2022年选手大会的一些想法 那么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雷霆队这两年都是处在坦克模式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本季和三个赛季加起来一共只赢了46场比赛 战绩方面可能雷霆队球迷没有什么好关注的 但新秀的养成甚至说年轻群人潜力的展现 我相信雷霆队球迷肯定是看到不少 比如原来就有的侧翼陆Dot 算是目前当家球星的SGA 传球视野极家的George Giddy 甚至Trey Mann Aaron Wiggins和Jeremiah Robinson等球员 都是雷霆队现有的年轻潜力 本届选手大会雷霆队势必还会再迎来不少的天赋 毕竟这一次选手大会雷霆队是手握着榜眼签 然后在松手Paul George的交易中 换回的第12孙位和第30孙位的选手签 另外还有一个第34孙位的二轮签 也就意味着雷霆队本届选手大会是手握着4个选手签 尤其提车完之后感觉本届选手深度或许是有可能被低估的 所以这次选手是否足以改变雷霆队的未来 应该也是不少雷霆球迷在期待的 因为如果球迷记得 过去Sampresti曾在2007年选下Kevin Durant 2008年选下魏少 和2009年选下James Harden 当时候这一个年轻的三巨头最终是打到了总冠军赛 却非常遗憾地败给了拥有Chris Bosch Dwayne Wade和Lebron James的热火队 James Harden想要更多的薪资 可是雷霆队不愿意开出他满意的报价 他最终离开了 而魏少和KD在接下来几年化学效应也远不如预期 最终雷霆成绝引以为傲的三巨头 最终仅剩魏少一个人留了下来 当然雷霆也不是马上就进入重建 在此之前 他们也曾经在魏少身边引进了像是Paul George Carmelo Anthony的巨星 可惜最终随着球队始终走不远 且对于魏少带队能力与打发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多以后 球队将其送走换来了Chris Paul 雷霆队也正式进入重建 而在送走明星球员这些交易和操作的背后 扣除今年所拥有的四枚选项签 在未来六年间 雷霆队也将拥有35个选项签 所以相信雷霆队群迷都知道只要保持耐心 未来就是属于雷霆队的 因为选项签不仅可以让雷霆队自己在选项大会挑选潜离新人 同时也能够成为接下来他们加速重建时 交易的重要筹码 而雷霆队在送走Paul George的过程中 选秀路段 2021年的选秀大会 雷霆队在第六顺位选择了Josh Giddy 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打破了相当多的质疑 包括选秀前我自己对于他体能和对抗方面的质疑 Josh Giddy不仅都克服过来 甚至还是吸取前四个月的单月最佳新秀 直到二月份要不受伤以后缺席了比赛 因此以雷霆队目前的重建状况来看 起步点是成功的 接下来要彻底走出重建 我自己的看法他们还是缺乏了一定的天赋 尤其是内线的部分 根据ESPN爆料大神之前的消息 在去年的选秀大会 雷霆队非常积极地试图往上交易 为的就是得到Evan Mobley 虽然最终骑士队在第三数位成功选下他 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 如果雷霆队在去年的选秀大会拥有状元签 那我想状元很大可能应该会是Evan Mobley 因此Sampresti一样是保持耐心 将目光投入到本届的选秀大会中 今年的新秀 身高六尺师的Jabari Smith 七尺的Chad Holmgren 和六尺师的Paulo Banqueiro 都是具备成为全明星的潜力 且这三人中不管是哪一个 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雷霆队急需的前场空缺 差别在于其打法补充的多少而已 因此本届选秀大会 守卧者榜眼签的雷霆队 其实有没有比守卧状元签的魔术队差多少 因为本届选秀可以说是和近几年来的相比 相对来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准状元预定人选 所以最终魔术队无论在守卢第一顺位选下谁 第二顺位的雷霆就减剩下来的那名球员 应该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而刚才提到的Jabari Smith Chad Holmgren Paulo Banqueiro和Jaden Ivey 应该都会是雷霆队在第二顺位会选择的四大人选 而Jabari Smith和Chad Holmgren目前来看 极有可能是第一和第二顺位的人选 但随着提侧的结果出路 也有创文说是雷霆队很喜欢Jaden Ivey 认为他极有可能可以打成三加魔术2.0这样的球员 虽然我是觉得机会不大啦 毕竟后场的部分已经有SJ和Josh Gidde 不过接下来聊雷霆队第二和第十二顺位选择的最佳情况 我们还是会聊聊以榜眼签选择Jaden Ivey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榜眼签选择Jabari Smith 第十二顺位选择Malekie Branham Jabari Smith可以说是本届选球大会中 拥有投射能力最好的大哥子球员之一 在奥本大学的一年里 他拥有42%的三分命中率 而且他的体格可以说已经是NBA ready了 他对于比赛的感觉和心态 无论对于哪支球队而言 都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而且他还是拥有打出全明星的潜力 这样的特质来培养成当家球星 或是球队绝对核心而言 都是非常适合的 至于Malekie Branham可以说是在体测以后 身价上升最多的新秀之一 很多球迪都非常喜欢他6尺5的身材 而且他的全能心也足以让他 不管是在持球或是无球的状态 都能帮助到球队 至于第二种状况就是榜眼签选择Chad Holmgren 第十二顺位选择Johnny Davis Chad Holmgren被称为独角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纵观过去的选手中 都没有像他这样的新秀 虽然他195磅的体重是稍微有点吃亏 尤其对抗方面我自己是蛮担心的 你就想想要他守字母哥或是AD 想着想着就很怕他被撞没了 但即使如此 尤其前五数位的球队要想不选他 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做出来的 这是因为他所能达到的高度 也就是潜力是非常诱人的 拥有顶级的封盖能力 是这一届选手中防守直觉最强的球员 且这样的体型能像一名控球后一样去运球和处理球 也就意味着他是具备在快攻转环中去推进的特质 让球队整体节奏可以打得更快 至于Johnny Davies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棒的球场指挥官 他或许投身能力还有代加强 但他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相对于本节许多的后场球员是做得更好的 尤其为内线球员制造pick and roll 或是球的传导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都是Johnny Davies进入NBA以后 能为球队所马上带来的帮助 第三种情况也就是雷霆队榜牵选择Jaden Ivey 第十二数位选择Mark Williams Jaden Ivey如果最终是一帮眼前被选走 我想这应该会是蛮令人震惊的 但要说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我是不这么认为啦 因为过去来看 比如2019年的Zyle Williams和John Moran 以及2018年的Marvin Beckley和Trey Young 都能看出比起选择一个有机会打成超级巨型的前锋 选择一个技术娴熟的后尾也是蛮有价值的 如果雷霆队最终是一帮眼前选择Jaden Ivey 那么仍然是可以用第十二数位来选择一名内线球员 也就是拥有七起一身高的Mark Williams 受惠于75的B站他是一名非常好的虎框者 从大一至大的赛季 能看出杜克大选Mark Williams迎来了巨大的进步 而进入到NBA以后 相信雷霆队也是有能力持续帮助他成长 而且选入他前场的部分能在泼谷的身边 一定程度补充到球地的运动能力和身高体型的劣势 而第十种情况就是第二数位选择Paolo Bencaro 第十二数位选择Ocha Abadji 除了刚才提到的三名球员 就入眼测试上来看加上其身体数字 Paolo Bencaro可以说是通过了 但对于他目前比较多的顾虑是 他的打法终究不像内线 有人说像小前锋 又有人说像大前锋 但不管是哪一个还是更多偏向侧翼的倾向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蛮多球队都对于他的身体状况有所估计 其实也不是什么也就是流汗的问题 甚至于出来是说一场比赛因为流汗而掉了7磅的体重 不过就我看到的消息 Paolo Bencaro每场比赛都会引用一种特定的运动饮料 而这些运动饮料就能很好地补充他消耗的水分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健康状况应该不影响其身价 但无论如何综合以上这几点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他也是壮业热门人选 但相对来说 风向更多是往Chad Hungry和Jabari Smith这两名球员的身上 至于Oshad Abadji 他实际上在坎萨斯大学打满了4年的大学篮球 且在今年的4月5号 随着球队72比69打败了北卡大学徐利多的NCAA总冠军 作为一名懂得赢球的球员 这对一支重建球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这名身高6.5的后位很有可能是乐透区中年龄最大的球员 但他的身高和经验也使得他可以马上融入球队 为球队做出贡献 那么聊完两个乐透签 我们来简单看看雷霆队在第30身为两个蛮不错的选择 首先第一个我是觉得雷霆队可以考虑的人选是Patrick Bowen Jr 虽然他在大学的第一个赛季打得相当挣扎 但他是具备成为高效率得分锁的能力 且他的外线能力不一定需要依赖别人给他创造机会 他也能自己去创造投射空间 或许这会是一个蛮冒险的选择 也有人觉得一次轮迁也能选到他 但我是觉得他还蛮值得在这个顺位读一下的 第二个选择我是觉得雷霆队也可以考虑一下Travel Kills 他的身体条件真的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生涯初期的Ludot 而Travel Kills可能是雷霆队有一个稳定的防守选择 但你要说他和Ludot生涯初期会是类似的吗 我是觉得不会 因为他的进攻端比Ludot还要更流畅 但防守能力是远远不及Ludot生涯初期的 不过我相信在一些培养下 他终究是可以成长 至少说打成合格的绿野球员绝对没有问题 但考虑雷霆队目前的配置 他们对Travel Kills这类型的球员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所以选择他有可能也可以让雷霆队进行交易时有多一个替代的选择 至于次轮第34寸位 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两个我觉得雷霆可以选择的对象 首先第一名就是Ismail Kamagate 作为一名高机动性的防守型中锋 他是非常适合NBA中的小球阵容 而就冲这一点我是觉得他就足以吸引Sampresti的注意了 身高6-11 Kamagate为巴黎篮球对场军攻险11.3分 6.3个篮板和1.64盖帽 虽然在法国的LMB ProA联赛 打出了极具统治力的表现和展现出几家的互框能力 但仍然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来到NBA我是觉得他在进攻段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特点 基本上就是挡才顺下 做一些普通内线需要做的事情等等 但快攻转换中 这应该是更能展现他与普通中锋的差距 也就是他的价值得以体现 来到雷霆队他应该不会被要求做太多的事情 基于他的特点 他也有可能是雷霆队在第34孙围所想要找来的人选 而第二个人选则是Kendo Brown Kendo Brown是一名运动能力极佳的侧宜新秀 他的腿部力量相当足够 因此也不难发现他拥有出色的爆发力 快速的横移能力和出色的方向变化能力 基本上具备所有成为NBA球员的元素 如果要总结他的比赛 大概就是出色的防守者 新兴的进攻型天才和快攻转换中的能力 这些优点 我自己的看法很大程度是基于他出色的场场空间感 比如无球切入 走后门切入 这些都是比赛中经常看到他得分的方式 另外如果他在45度的位置或是进去接到传球以后 可以说是这一节选秀中终结能力最好的新秀之一 然而他目前的问题是他切入的路线 基本上只会和只能是一条笔子的路线 也就是说他仍然是在开发他持球切入的创造力 而防守端我觉得这才是他最大的卖点 他的身材和运动能力使得他可以防守1号到4号位 有这样特质的球员是非常适合目前NBA的换防策略 那么总结来说 本届的选秀我自己的看法 是非常有可能让雷霆队走出坦克模式的 当然我也理解明年的选秀大会 这样会有像是法国天才型球员Victor Wambanyama Jillie Ignite球队的Squid Henderson 以及Thomson双胞胎 都是明年乐透区甚至前三顺利的人选 但今年的选秀大会就像前面提的 其深度很大程度是被低估的 因此同样也可以为雷霆队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天赋 甚至好的情况能让雷霆队走出重建 开启复兴之旅 而且别忘了接下来Sampresti在未来的6年间 还有35个选秀千能操作 所以说真的即使你不是雷霆队球迷 但对这次球队很难不看好 Sampresti一步一步的带领着雷霆队重建 我目前看起来本届选秀大会所选进来的天赋 几乎可能改变雷霆队整支球队的现状 那么也有看到一些消息是说 雷霆队有一项下交易等等的传言 不过我是觉得选秀大会这种消息看看就好了 因为准备选秀大会期间有时候每次球队都是在演 以为了得到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选择 但如果到时候关于雷霆队榜眼签真的有什么操作 看看再出个影片来聊聊吧 那么大致上关于雷霆队选秀的资料就整理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雷霆队今年榜眼签 最有可能选下的新秀是谁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